大家好,灣區智慧的牆,又是我直播時間 我今天帶大家來到我們的鼎湖,紹慶市的鼎湖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時代連華 我們進入時代連華銷售中心 請到唐小姐跟我們有一個詳細介紹 大家好,我是時代連華銷售,我叫唐建業 我是大道和鳳凰大道的交會處 我們這個連華,首先跟大家說回我們時代連華交通 由香港是怎樣到我們時代連華的 是的,因為我們都是主要做香港那邊的客戶 所以在香港過來我們時代連華交通都很關鍵 看看哪一條比較捷徑和最便捷的方法 在我們連華旁邊這裡已經有巴士站 巴士站我們可以直接坐大約15到20分鐘的巴士時間 就可以到兆慶東站 兆慶東站 因為我們就可以接駁廣深港高鐵 我們就去到西九龍 80分鐘就可以到達西九龍 我們整個小區一共有15棟住宅 我們分為一二期用開發的 我們整個小區一共有1909戶 我們整個圓林是非常之舒適的 超百分之四十個圓林陸化的 大家看到這個大概是73平方的陽板間 先看看位置 然後我們再進去房間看看 最真實的一面給大家看 我跟大家介紹我們73平方這個戶型 首先進來我們有一個入戶花園 入戶花園這個窗 到時有膠樓也是一個標配 兩個櫃的話 大家可以參照我們這樣設計 都可以的 這兩個櫃就不是膠樓標準 一個入戶花園對於我們一間屋苑來說 都是起到一個很大的作用 首先我們現在也可以進來看看 我們這個客廳和飯廳都是連在一起的 首先我們看看廚房 廚房的話我們的膠樓標準 就是上下櫥櫃都已經整好了 就是整體櫥櫃已經整好了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抽油煙機 煤氣爐都是一個膠樓標準的 就預留了一個位置給大家 裝消毒櫃或者洗碗機的 這個位置 都是消毒櫃沒有的 是 現在我們看到這塊和這塊是有的 沒錯沒錯 洗手盆的整體雪櫃全部都是膠樓標準 而且我們裏面都是做到一個窗戶的 是的 這個就是最好的一個方法 然後這個就是預留了一個位置 放雪櫃的 到時候這個雪櫃位是夠大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 其實它可以放到一個五人餐桌的一個餐廳 這個位置 包括我們這個電視機位置 我們這個開間的話其實也是夠的 這樣看電視的情況下也是OK的 我們進來看看這個房間 這個就是一個次貨 這個次貨也是有飄桌的 有飄桌和窗戶 到時候膠樓的話 我們都是木地板 膠樓是木地板 牆身就是頭白色乳膠漆 白色乳膠漆 我們看看這個洗手巾 裡面我們都是弄了這個光濕區 膠樓標準 你現在所見到的 我們這個馬桶 光濕區 花灑和洗手盆鏡 這些都是一個膠樓標準 看看主貨 主貨是朝向東向的 東向的話是向元林 所以它坐在窗台上面 這個景色也是OK的 這個就是我們主人房 配有大飄桌的 很多朋友都問兩房的陽桌是怎樣 我們都可以出來看看 我們這個廳 就接駁這個陽桌 我們的陽桌是因為朝花園的 所以都是OK的 我們的陽桌都是夠闊的 到時候我們這裡都可以參照我們這樣 去做一個櫃 然後做一個滾桶的一個洗衣機 非常之好 這個就是我們兩房單位的一個介紹 現在由我和大家介紹我們這個 100平方的三房兩廳兩位示範單位 我們這個示範單位 進來都是由一個入戶花園的 這個入戶花園的設計 非常之實用 這個100平方入戶之後 這個位置是預游做一個可以給我們做一個很大的鞋櫃 等於這個空間可以收納我們的包包 鞋也是非常之好的 我們這個就是餐廳和客廳連在一起 我們首先看看這個廚房 我們這個廚房的通風採訪也是OK的 做了有窗戶 整體廚櫃也是一個交流標準 我們這個消毒櫃這個位置 就預留在這裡的 整體廚櫃也是我們一個交流標準 到時候你基本自己買一些生活 自己需要用的用品就可以用了 這個廚房 因為我們燃氣是直接開通到戶 到時候你開卡開戶就可以用了 說回我們時代的話 亦都是做水電銘裝的 所以我們水電全部都是走牆壁的 方便我們後期一個維修 因為傳統的話水電都是鋪在地上的 所以我們時代這個可以做一個水電銘裝 就是有利於我們後期的 地板磚膠樓和銀色 然後也是一個鋁合金的踢腳線 鋁合金踢腳線很多都是豪宅的標配 我們這個飯廳和客廳連在一起都是非常闊 這個開間也有3米6 比如你坐在這裡 你放一個50吋電視的情況 坐在這裡看電視的感覺都是非常OK的 我們這個陽台就是向我們這個花園的 陽台也是非常闊的 這個就是陽台了 而且這個景色也是OK的 可以看看我們這個山景 可以看日落這個陽台也是非常OK 我們就看看我們房間的一個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100平方的洗手間 這個就是一個公位 我們交樓的時候這塊鏡也是這樣的 非常之大學 非常之適合我們家庭用的 包括馬桶、洗手盆和我們做了光濕區的位置都是OK的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衛手間的情況 我們看看房間 首先看看這間書房 書房它也是配有飄桌的 所以它有窗戶 它的通風採光都是做得OK的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書房 看看這個次鑊 這個次鑊其實它也是配有飄桌的 我們看看 現在我們放一個咪半床 然後整個60分的衣櫃 都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一般我們都是放一個床頭櫃 所以到時候做一個咪半床 放一個床頭櫃 整個60分的衣櫃都是OK的 我們看看這個主人房 主人房它是配有洗手間的 是的 到時候我們主人房這個洗手間 設計都是夠大的 看看這個房間 主人房的大飄桌都是很舒服的 我們坐在飄桌那裡 看看圓林的景色都是很舒服的 我們可以放一個兩咪大床 是的 接下來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是128平方的 四房兩廳兩圍的示範單位 這個示範單位進來 在我左手邊 是可以擺設一個大鞋櫃 在我右手邊 就是一個兒童房 或者書房 這個空間都是非常OK的 我們可以作為一個兒童房 或者書房都可以 同樣它都是有飄桌 然後這個採光 各方面都是很OK的 因為這個我們是128平方的 所以我們就做到一個雙陽台 南不對樓的護形 首先我們看看這邊的情況 我們就配有這個廚房 廚房它是做了一個U型廚房的設計 而且它預留了一個可以放雙門冰箱的 所以這個空間是非常足夠的 到時候有樓樓 這個也是一個玻璃木框 推拉門來的 我們因為是雙陽台 所以我們都有一個 我們這個生活陽台 生活陽台就是擺一下洗衣機 然後我們這邊 就可以曬一下衣服 這個就是我們的生活陽台 生活陽台也夠大的 而且我們飯廳 飯廳的話 我們的擺設 可以放到一個陸人的餐桌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到一個酒櫃 所以的話 飯廳的位置是夠闊的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客廳 客廳我們因為做了雙陽台 等於我們這個主陽台的空間會更加大 就像我現在這樣 這裡的話 放一個跑步機 或者我們踩單車 這個陽台也是夠大的 因為我們四房這個單位 我們客廳的開間是3米9 所以我們放一個50吋或者60吋的電視 都是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裡面的情況 因為我們這個是四房 所以我們的衛生巾會做得更加大 包括我們這個衛生巾裏面 也有一個飄桌 所以這個空間 擺放的東西都是很多的 這間房都是朝花園裏面 都可以放到咪半床 做衣櫃 放床頭櫃都是OK的 每一間房 我們四房都是做得很夠大的 這個就是做一個全飄窗 這個景色會更加好的 我們可以做一個塔塔米 和飄桌連在一起 這樣空間會更大 看看這個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 很多人看到都會喜歡 這個主人房很大 這個給人的感覺很舒服 這個四房的主人房 包括我們主人房裡面 也有洗手間 和供衛是一樣的 也是設計入飄桌 花灑 鏡頭 都是我們一個交流標準 這個就是我們四房的一個介紹 其實大致上的話 大家可以看回我們的視頻上面 基本上情況就是這樣 大家也都看完我們剛才唐小姐和我們介紹的區位 和我們周邊的商園配套 還有我們的陽板間 包括我們帶裝的那個膠符 是 其實裡面真是很容易的地方 好了 這期節目也差不多了 辛苦了唐小姐 不用客氣 大家記得去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去我們香港的CTA那裡 聯繫我們的業務 打我們的電話 我們將最好的資訊和大家分享的 這期節目也差不多了 下期再見 拜拜